921国家防灾日花莲市立幼儿园在9点21分地震警报发布时 小朋友们是在老师的引导下赶快戴上了地震帽并躲在桌子底下 等到地震停止后依序到户外广场集合点名 市长魏佳贤也到场关心幼童的避难演练情形 他也希望能够落实防灾知识减少天灾发生时所造成的伤亡 国家警报一响起小朋友们迅速戴上地震帽往桌子底下躲 老师们也赶紧帮忙小朋友完成避灾动作 而地震停止之后老师带领着小朋友们依序走到户外广场 并且进行点名回报确定没有人员受伤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配合921国家防灾日 把平常训练的动作再做一次确实 那我们知道在这一周在花莲地区也发生非常多密集的地震 那也适逢921国家的一个防灾日 那也是我们花莲市幼儿园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那平常的时候也有在做相关的一个防灾教育跟防灾的应变 那在今天也配合整个国家来做相关的防灾应变 在9点21分的时候 那当警报响起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孩子平常做的一个训练跟演练 那实际上的来操作 那我们真的希望说 未来天入台湾 不要再有任何的地震在发生 那造成那么大的一个伤亡跟灾情 那再次的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把防灾的教育带回去家庭 让每一个家庭家长都能够了解到防灾的重要性 也能够生根每一个孩子的心理念 然后对日后的防灾会有帮助 除了地震病态操演 室友老师也以短句向小朋友们说明地震发生时的正确作为 同时也告诉小朋友要准备地震包 并且告知地震包里头要放什么物品 市长渭嘉贤表示 是透过经常性的演练 要让幼童落实防灾避难措施 也请小朋友们回家 要告诉父母亲正确的防灾避难观念 确保每一次天灾意外发生时 能够把伤亡损失降到最低 这里会幻视报导